最近的郭富城 郭天王在事业上真的是顺风顺水 如沐春风 那由他主演的电影《全面目击》是收获了超高的票房跟口碑 双赢 对 还记得他因为《全面目击》来到我们这边做宣传的时候 说了娱乐新天地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郭富城 就这个话把他送上了国际电影节去做主持 真的很厉害 真的吗 真的 他是韩国福山电影节的主持人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吧 来看一下人家实力 到底是怎么样的 来看一下 最佳男主角奖的是《全面目击》 郭富城 凭借大流电影《全面目击》 荣耀登顶 万象电影节影币宝座 这让酒精沙场的郭富城也感慨万千 我想在实际里面我花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在做一个演员 希望能够在大家心目中我是一个优手的演员 谢谢 不过关于《全面目击》 郭富城最美的记忆不是得到任何的大奖 而是影片在上海首映时与娱乐新天地的特别合作 我觉得那天感觉非常愉快 因为有一些地方在上海从来都没有去过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让我更了解上海不同的景色 除了郭富城 青年演员杨子山也是当天的大赢家 凭借电影《至青春》一举拿下影后实在是可惜可恶 能够获得如此荣耀 在她心目中最应该感谢的人当然是赵薇赵道 她对我的帮助就是全中国人民都知道 对 那她是我的伯乐 是我的老师 也是我的大姐姐 有了新天地不远万里 英国采访不到